女人刚出过轨的三个身体表现男人一定要知道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男人他们在接过婚之后都以事业为主 因为他们想让自己的女人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 这样就不会让别人瞧不起他们家 然而像这种男人他们心思细腻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自己女人的感受 也正是因为他们把全部心事都放在工作上 由于时间紧张从而疏忽了自己身边的那个女人 同时也让那个女人因为她整天独守空房 而感到寂寞孤单冷清 穿上去外面寻找一些欲望要求 要想判断一个女人有没有出轨 就可以通过她身体上的种种迹象 希望你的女人没有背叛你 一 手机不离三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网络时代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好 他们整天不管是在上厕所还是吃饭 走路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玩 甚至有的时候他们都觉得 如果没有了手机就无法再生存下去 然而也是因为手机这个软件 让很多人都毁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真正性 当一个女人如果出轨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整天手机都不离三 并且每次在你触碰她手机的时候 她就会表现得特别紧张 因为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内心感到恐惧的 她害怕这件事情会被你知道 所以她就会把手机持上新的密码 并且从来都不会让你去触碰 二 换衣服特别紧快 其实要想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出轨 可以通过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当一个女人刚出过轨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在出门的时候换上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 并且还会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去精心打扮 这样才能够安心的出趟远门 当她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她立马就要把衣服给换了 有的时候你问她为什么换衣服 她就会找各种理由去欺骗你 甚至有的时候她会对你说 因为外面的细菌比较多 所以回到家一定要换一套新衣服 可是平日里她根本就不爱干净 只有在出远门或者走亲戚的时候 才会注意自己的着装打扮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男人 这个时候就能够叛乱出 其实这个女人她是因为出轨 然而刚出门那套衣服留下了她出轨的证据 所以她才会有这种行为 三不敢和你正面相对 当一个出轨的女人 你会发现她会和平常大不相同 以前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会和你正面相对 并且还和你一起有说有笑 可是事到如今你会发现 你看她一眼 她都会觉得非常的紧张 像这种女人她并不是因为害羞而感到不好意思 其实她是因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而愧疚于你 所以她才会赶和你正面相对 因为她怕自己露出了一丝马脚 从而导致你们两个人走向离婚这条道路上 像这种女人 她们总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却不知道此是抱不住活的 终有一天事情的真相会流露出来 而且像这种女人 她们的心机过重 如果你身边的女人有这种表现的时候 当你发现了你就要果断地和她分开 因为像这种女人 她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对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绝对不会忠心的 如果你身边的那个女人 有以上这几种表现的时候 那么就能轻而易举地判断出 她已经有了出轨的现象 并且早都已经给你扣上了一定大大的绿帽子 只是你还在傻傻地爱着她 只是你还在傻傻地爱着她 然后在床上来 writing 你偿稍 aug热地爱着 sie